四季轮回,又一年春天到了 春天自古以来都是诗人们歌颂最多的季节 春天的花朵有人歌颂有人写 春天的暖风也有人写 甚至春天的夜晚也有人写 我们说春天的夜晚怎么说呢? 肯定是说春夜 也可以说春宵 其实这个春宵也有形容那些珍贵美好的时光的意思 比如现代就有很多人用来形容洞访花竹叶 在唐朝时期呢 大诗人白居易也在他著名的《长恨歌》里写过 春宵苦短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早朝 还有一句话说春宵一刻值千金 这句话更是无人不值无人不晓了 成为了大家口头的大白话 其实呢这句话是有出处的 它出自宋朝大文豪的一首诗名字就叫春宵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苏世的这首诗 看看他到底想说一些什么 春宵北宋苏世 春宵一刻值千金 花有清香月有阴 歌馆楼台生细细 秋千月落夜沉沉 这首诗虽然很短但是应该大家都发现了 就是开篇就是名句 春宵一刻值千金不仅是大家传送的家具 也成为了一句人人都会调侃的话 反正就是流传很广很广 一开始就是惊艳之巨让读者眼前一亮 读了以后也很有记忆点 我想呢这就是名家名作的魅力之一吧 那么我们回到苏世的这首诗春宵 整首诗的意思是说春天的夜晚是那样的美好 但是却又如此的短暂 所以呢每一刻都很重要 价值千金 在春夜那花儿散发着亲人心脾的芬芳 月影投在花丛里 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朦胧又美丽 可惜远处的歌馆楼上却传来了 达官贵人们寻欢作乐的丝竹之声 在那边的院子里还有人荡着秋千 夜已经很深了 庭院里已经一片寂静 这首诗整篇通读我们就知道了 开头的春宵一刻值千金 其实是苏世告诉世人 时间很宝贵 我们要珍惜美好的时光 自打问世以来呢 他就是通过写春景 来寓意时间珍贵的一首作品 然而呢 在这首诗流传开来以后 人们把春宵一刻值千金这句话 引入到了洞房花烛夜之中 这可能是因为洞房花烛 是漫长人生道路当中的四大喜事之一 所以呢慢慢的这句诗也被很多人误会 很多时候会用来形容新婚之夜 往往会在新婚之夜 带着开玩笑的那个意味 对着新郎和新娘来讲 其实呢这样的理解 从原诗的本意来看是相差甚远的 苏世这首春宵一开始就是写的 是春天月光下夜景的美好 通过月夜美好景色 把光阴可贵的感情抒发出来 在古代呢 古人把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 九十六刻 一刻就是我们说的一刻钟十五分钟 春宵一刻值千金 花有清香月有阴 就是写春夜美景 春天的夜晚不像冬天那样寒冷 也不像夏天那样热的人很难受 月色清丽有美 花香沁人心脾 构成了一个因果关系 前一句是果 后一句是因 有时候想想人的一生 能度过多少个这样美好的春天呢 其实并没有那么多 这样美好的时光是不多的 这让人想到时光的宝贵 如此美丽的春夜 说一刻值千金 其实丝毫也不为过 因为千金 人可能有机会去赚得到 但是流淌的时光呢 却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 所以还有人说 寸金难买寸光阴 歌馆楼台声细细 秋千怨落夜沉沉 这两句是写 浪费珍贵的时光 那多可惜啊 苏氏描写了 官宦贵族阶层的人 抓紧时间在夜晚 玩乐和享受的过程 我们是否可以跟着 苏氏的这两句诗去想象一下 在那些高门大户 达官贵人们 可能在举办家宴 在观看歌舞表演等等 公愁交错是不亦乐乎 还有一些娱乐场所 比如豪华的饭馆酒店啊 歌舞场啊等等这些地方 那些有钱有势的人 他们挥金如土 一桌一桌的美食 数不胜数的美酒 还有很多的鲜花 甚至还有歌舞女 为他们歌舞助兴 他们呢 吃得脑满肠肥 醉眼朦胧 经常沉醉在这样的 凉宵美景当中 对他们来说 这样的时间当然从享受的角度来说 叫奢靡 叫气派 叫享乐 但这种纸醉精密生活的背后呢 也透着无尽的空虚 所以苏氏这样写呢 是有讽刺的意思 苏氏这两句诗 是对那些醉生梦死 不务正业 夜夜生歌 不惜光阴的 达官贵人们的 深深的谴责和鄙视 他们身居高位 要么有权 要么有钱 可是呢不想着为国家做点事 不想着为社会做点贡献 每天来来去去 都是这些奢侈腐败的事 真是乏味极了 同时呢 苏氏也通过 对这些达官贵人的谴责 委婉地劝普通人 要珍惜美好的时光 因为其实一个人的一生太短 大家都说人生百年 但说真的 能平安活到百岁的人 又有多少呢 别说百岁了 就是平安健康活到八九十岁的 其实都没有那么多 这还是说 现在在古代 这个岁数的人 那就更少了 而且就算能有八九十年 这其中还有多少时间 是小时候不懂事的时候 还有年老体弱了的时候 再加上每天的吃饭睡觉啊 休息啊 娱乐啊 等等的一些时间 所以人这辈子啊 真正可以用来实现自己理想 追求自己理想的时间 真是太少太少了 苏氏因此告诉世人 要把有限的时间用在读书上 用在做事上 这样呢 或许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成为一个自己想成为的人 而不是夜夜声歌 沉迷在灯红酒绿当中 无法自拔 白白浪费了大好时光 应该说 读完还是让人很有感触的 对于诗词或者文章呢 评学家们在评论的时候 会有一些评价 比如说 可能会说 有句无偏或者有偏无句 又或者有句有偏 这类型的评价 那么所谓的有句无偏呢 是这首诗里 有很出彩的景色之句 但是呢 在整个这个结构上呢 又没有那么好 整体相对平庸一些 而有偏无句呢 则是说 整篇看下来都很好 感情很贯通 结构很严整 但是呢 又缺少了一些亮点 没有太多的点睛之笔 没有传世的名句家句 这也是一大遗憾 那有偏有趣就很好了 就是整首诗写得很好 感情意境都很到位 又有点睛之笔 更有那种让人传颂千古的家句 苏氏的这首诗 如果按照诗评价 老师们的这些观点呢 无疑就是有偏有句的一个佳作 好了 今天关于苏氏的这首春宵 我们就来到这了 我是灵溪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